从游泳池里走出来的篮球健儿 给球迷们印象最深的 应该莫过于NBA球星邓肯了 当年夏威夷的一场飓风 把这个维尔军群岛的小伙子 赶到了篮球场上 而如今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王世鹏 在练习篮球之前 也是体效的一名游泳队队员 因为个子长得太快了 教练说练游泳有些可惜 于是就去练了篮球 从一开始接触篮球 大鹏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很快便冒奸而出 层层选拔上颂 97年的时候 他已经加入了广东青年队 在2004年到2006年间 为广东队三夺CBA总冠军 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2005年的时候 王世鹏入选国家队 2006年8月24日 正是王世鹏在最后一秒 绝杀斯洛文尼亚队 帮助南南挺进了市井赛的16强 这个禁球让王世鹏成名 这个禁球让中国队进入市井赛16强 这个禁球也成为王世鹏屡次回避的话题 尽管王世鹏在媒体面前 不愿过多地谈论起2006年市井赛的关键一球 但是那季压哨三分 却成为了他篮球生涯的分水岭 2006年联赛冠军 2007年全民新赛最有价值球员 王世鹏用严密的防守 犀利的突破和精准的三分球 书写了七号的篮球 2008年的北京 中国南篮在五颗星篮球馆 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精彩的瞬间 但是其中很少有王世鹏的声誉 西子得分王 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的命中率 仅有20% 平均上场时间只有14分钟 很多人开始怀疑 王世鹏还能否坚持下去 总是在想一个问题 到底是能过还是不能过 但是到今儿 自己还是比较好的 就对自己身心心吧 2010年 中国南篮职业联赛 总决赛第一场 王世鹏一人夺得26分 成为当场的得分王 总决赛前四场 他的场均得分17分 三分命中率也高达65% 人们关注王世鹏 再也不是因为2006年 是锦赛的欲求成名 而是冠语发挥最稳定球员的美誉 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 王世鹏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理想 有朝一日要大鹏展翅 高高飞翔 这股倔强一直伴随着大鹏的成长 铸就了大鹏国家队梦想的实现 王世鹏并不是一个天才型的篮球运动员 他所取得的每个进步 每个成就 都源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信念 凭借着百分之百的付出 王世鹏一步一个脚印的 从俱乐部的替补球员 成长为了国家队绝对主力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维柴动力 凤凰大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